這次會介紹這兩包棉花棒的清潔工具 一包灰色一包黃色 大家很明顯看到兩個棉花棒的頭的大小是有分別的 這支噴筆是經過某人長年累月的使用 這支噴筆很明顯 首先用噴筆的頭 然後把銅嘴拿出來 銅嘴裡是密筆透光的 把洗筆水倒出來 各個牌子的名字都不同 有些牌子叫Tool Wash 有些牌子叫Air Brush Cleaner 用這支灰色的海綿棒濕些洗筆水 然後慢慢通入銅嘴裡 記得不要出力 拉出來後會看到很多污髒油 然後把灰色的海綿棒放在廚房裡 然後重新濕過洗筆水再通 通一下通一下你會發現愈來愈少污髒 有拉出來 把銅嘴乾淨 通完把杓 kä清洗頭 通過清洗,如裡邊污水可以乾淨 一口完全乾淨 便沒什麼味道 impirative 要擲泡來耳朵 或污髒色 如果一起放進去 這次用黃色的海綿棒 通通筆管裏的位置 使用方法是一樣的 你會發現有時會塗乾的油 可以濕一些洗筆水,輕輕塗一下噴筆 會繼續塗污脆的油 隔油的水 隔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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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上隔油 經過一輪大清洗後,噴筆終於恢復原貌,乾淨清潔 記得用這兩支撮死DAP的時候,不要像通渠般出力 否則有機會最前面的波波斷在噴筆裏就麻煩了 只需要輕輕力,靠海綿頭吸污油就可以了